原来智慧智光 打起佛法桥鸟 生命电视 用爱创造新世界 生命电视 用爱创造新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狐狸如是说 决出慎重的心意宝藏一 此生的一切 都是表面的实相 因此 不要单逆在 希望与恐惧之中 而是要训练自己 了知一切都是幻象 为了能在未来地义众身 你必须要培养菩萨的决心 二仗阻碍了善功德的升起 因此要迅速进化而战 因此要迅速进化而战 如果你希望无间断地修行 就直接断除你的贪着 以思维追寻争意识 要向巡浮野马般 调伏你的昏尘与吊举心 你可能有了大乘的决心 然而自身若是尚未成熟 利益阿人福祉的工作 就会显得艰苦而费力 因此要让修持成为个人轻正的体验 如果真有大乘的决心 他们就会完全不是自私的目标 而会为他人福祉而努力 拥有平稳的性情和温和的说话方式 对促进内心自爱是非常必要的一款 多生累结所造的善行 人就会被一面称心所毁坏 因此要以慈心、悲心和正悟的心态 来训练自己 你或许已经了解空性 然而除非你能善保慈悲心 否则你的了解便会成为短见 因此要让慈悲与空性平等而行 若想拥有无穷尽的财富 就要积聚二资粮之财 若是希望横跃六道众生的深渊 就要驱除罪恶有害的我持 遭遇苦难和不幸 会让你生气转新向佛法的善德 你应该调伏的是我值 因此要将邪恶的私心去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老师给予的是他人的安乐福祉 因此要像保护自己孩子一般 保护友情众生 你的任务就是投入心灵修持 你的任务就是投入心灵修持 因此无论是思想 言语及行为 都不要离开佛法修持 或许你自认追随着似乎是佛法的心灵修持 或许你自认追随着似乎是佛法的心灵修持 然而若是失去菩萨的决心 你便会逐渐飘移到世俗人的路上 因此要舍弃世修持 你或许不断在进行文思 然而除非对生与死的恐惧已放恶恶心 否则一切法教也不过是自欲回忆 若是希望横跃六道众神的深渊 就要驱除罪恶有害的果实 此外无名在轮回中折磨你 因此要点燃智慧之灯 世间短暂无常的资财毫无实质 因此要用这些资财作为布施的功德性 仇恨在末法时代的古着恶事中猖獗满身 仇恨在末法时代的古着恶事中猖獗满身 此生的意境是由于往昔的严历 因此不要怪罪到他人身上 此生的意境是由于往昔的严历 仇恨在末法时代的古着恶事中猖獗满身 仇恨在末法时代的古着恶事中猖獗满身 大乐之心即是空性本然性的理念决心 2. 无念之心即是认知现象 但不将现象概念化的本觉 3. 平等心即是一切现象无二元的本觉 4. 金刚星即是一切现象显空无二元的本觉 4. 金刚星即是一切现象显空无二元的本觉 4. 金刚星即是一切现象显空无二元的本觉 5. 解脱众生之心 是透过四种不指的佛形事业 为有情的不指而运作者 5. 解脱众生之心 5. 解脱众生之心 根据佛陀的教法 人世是获得解脱最好的地方 这里有苦可以激励我们 而且有足够的乐可以来平衡苦 然而大部分的人会有种误解 以为只要处理得当 他们就可以只有快乐而没有痛苦 这是错乎的看法 当我们将能力投注在身体或心理上时 就是正经济 捐牛能乘穿 同样的 生命是由无数的小事件累积而成的 我们的努力就像捐牛尘穿一样 虽然少 但是每天都能多一些 最后终能跪回大船 只要我们还在关心世间的种种 而且期待从中获得满足 就不可能有超越的意识 每当世俗的念头升起时 我们可以检验它是不是能给我们最终的满足 假如不是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舍弃它 现场倒数 5 5 4 3 2 只要是大船 接下来 我们可以帮助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大船 这些东西 对 这些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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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